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市長覺得這塊北市有出信要道歉嗎 我覺得是很難的 做不好當然我們還是會改進 但是也不用去把它無線佔了 做很多事情還是要公私協理 不能什麼事情都完全要靠正確 喂 我說柯市長 前面講了那麼多 原來只要一句話 就可以將問題推給市民 你講這個都...這個都...完全講不過去 这一切的问题呢 就是北市内湖区一家无照安养中心 22日下午发生火警 无情的大火夺奏三名长者的生命 这一烧也让安养中心的安全问题 浮上台面 因为其实事发前 当地里长曾两度向市府通报检举 但警察人员上门后 全因为业者大门申索就草草结案 让北市府被批示行政怠惰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昨天神隐一天后 今天早上受访时 先是谈言这件事的确是有漏洞 经过这两天的检讨 发现的确有个漏洞 我还发现是这样 如果他有登记 对台北市政府来讲 他一定有严格的查 也不可能放心 所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干脆都不来登记 他变成地下 这个就有问题了 针对这个问题 柯市长提出了 极点北市府要改进的地方 除了要开始建立查报系统 要求所有里长要去查出 还有没有类似这种 没登记的违规机构 针对有经济困难的弱势家庭 也都可以到区公所或设服中心 做咨询 接着柯市长也不忘顺便将这责任 交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做很多事情 还是要公私协力 不能什么事情都完全要靠政府 也就是说 每一位市民 当你把你的长者送去安养院的时候 好歹你要检查一下 他这个安养院到底有没有登记 这话一出啊 连现场的鲨鱼媒体也停不下去了 质疑当初明明就是有监据 但是市府却没确实处理 柯市长则回应 这些卫力案的单位 当他们上门去检查的时候 对方就把门关起来 反而变成要破门而入 执行上有困难 市长觉得这一块北市 有出心尿道吗 我觉得是很难的 做不好当然我们还是会改进 但是也不用去把它无限杀 我觉得是很难的 市政府还是相当严格的在做事 但是有缺点我们就改进 说到缺点要改进 这下也不能不提 为什么每次出大事 你都不见忠隐咧 现在就有事黄珊珊 没事柯文哲 议员说的没错 从先前的钱贵大火 到昨天北市府召开记者会 说明安养院失火 柯市长明明身为北市大家长 但主持会议的人却都是 黄珊珊副市长 昨天市要去报告预算案 因为报告预算案跟邱婷华 所以当时就决定公共合作 我第一位处理理员的问题 然后这个传务市长跟 債務市长去处理媒体的问题 这份公共合作